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番旗是今天12月8号进行的阿韩同山杯对抗赛 由黑方顾子豪对战白方许家园 我们一起来清赏下 开局黑旗新小木,白旗33加小木 然后双方各自手脚 白旗往右下方一碰 接下来的几手旗就是正常的定式走法 白旗往右边拆边 然后黑旗利用右下方这一带的后卫 选择扩张下方这一带的模样 白旗往前一压,黑旗单长 接下来AI的建议是白旗直接在右边拆 这个地方白旗再往前压一手的话 虽然说自身也变厚了 但是如果说黑旗现在往前一跳 那很明显,黑旗下方的空就更容易围了 实战黑旗选择单长 虽然说更加厚实一些 但是这个缺口并没有补上 之后白旗就有一些后续的掏空手段 白旗可以往二路漏一个 黑旗尖顶,白旗再往右边一飞 或者说白旗往右边来路也行 黑旗小尖,白旗再一飞 黑旗挡住,白旗再往上突围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能黑旗直接往旁边一跳更好一些 实战黑旗单长,然后白旗往左边拆 那白旗没有选择动手的话 黑旗现在往这儿小尖补一手 价值还是非常大 实战黑旗往上拆边 那这个地方白旗肯定要选择反击 AI的建议是白旗先往右边一碰 再一长,黑旗沾上,白旗拆 这样的话白旗在上方也有根据地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把黑旗右上方撞后了 实战白旗还是直接夹过来 黑旗一碰,白旗扳住,黑旗再切断 接下来这一代的定型就非常关键了 之后白旗的选择也非常多 如果说白旗从二路打吃,那黑旗一长 白旗贴住,黑旗断打之后再一打 这样的话黑旗在脚上活旗 然后白旗再往外一飞,形成一个转换 这样的话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就可以在下方补齐了 如果说白旗往右边打吃 那黑旗单长,白旗一沾 黑旗直接打穿下去 再往左边拆边 这样转换的话,白旗会抢到一个先手 可以先在下方动手 我们来看实战,白旗选择在上方打持 黑旗单长,白旗贴住 那这个地方黑旗就不要选择虎下去了 不然的话被白旗往这打持 黑旗再粘上,白旗往左边补齐 黑旗这块旗的旗形就太重了 实战黑旗拐住 白旗往前一长,黑旗挡住 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旗选择冲断的话 那黑旗打持,白旗一长,黑旗往二路一扳 白旗打持,黑旗一长,白旗挡住 黑旗打持完之后拐住 白旗往二路断打的时候,黑旗可以撑这个节 但是这样下的话,对于双方来说风险都非常大 我们来看实战 白旗往二路打持,黑旗一长,然后白旗贴住 简单定型,黑旗往双方一扳 紧住白旗的气 这样的话白旗现在就无法冲断了 接下来如果说白旗左边不补齐的话 被黑旗飞压过来 那白旗左边的空就非常扁,而且黑旗外面就全部走后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AI的建议是白旗往这儿护一个 这也是一个旗行的要点 实战白旗选择往旁边一护 黑旗一扳,白旗单长,黑旗再一压,白旗单长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先在上方定型 然后再往左边一压 这手旗现在就不是一个先手了 白旗可以先在上方飞刺 然后拆边 原地安定 所以说实战黑旗是先往这儿一夹 然后白旗往前一跳 黑旗三路脱空 白旗往右边拆二 接下来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补齐 这手旗非常重要 不仅是把下方的这个空围住了 而且还瞄着白旗左边的保卫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可以选择补一手 不过黑旗再往中间一飞的话 这手旗本身就可以压缩白旗右边的潜力 而且还会影响到白旗上方这两颗子 这手旗也非常关键 还加强了黑旗下方这块空 那如果说白旗左边不补齐的话 以后黑旗可以选择点进来 白旗在左边补一手 黑旗可以直接冲断作战 总之黑旗这一代的后续手段非常多 实战白旗先往右边走了一手 这个时候黑旗就面临选择了 如果说拐出去的话 那白旗往下方一跳 这样的话黑旗的空就被破坏了 这两下黑旗应该不太愿意 所以说黑旗还是先往旁边一跳 把这一代的空拿住 接下来白旗可以选择在左边补一手 或者说往上方拐住 价值也非常大 直接就关键到中间这一代的后保 实战白旗往右边一压 这一手旗AI并不是非常认可 因为这个时候黑旗可以选择 先往左边贴住再一扳 白旗一长 我们可以注意到黑旗左边已经多了一堵围墙 然后再往右边靠压 白旗一扳黑旗反扳 白旗再往右边补齐的话 黑旗再往中间走一手 这样的话白旗上方这两颗子 可能就会被封锁 所以说黑旗现在选择 直接往这儿动手的话也非常严厉 实战黑旗先往上一跳 然后白旗在右边顶住 黑旗在上方定型 白旗挡住 黑旗打持 白旗沾上 然后黑旗先在左边打路 这个地方白旗一定要在左边补一手 如果说白旗往前一压 那黑旗点过来 白旗再一冲 黑旗搬完之后再一顶 那很明显白旗三三的这颗子就被分断了 这个目数损失 白旗非常惨重 所以说白旗要小肩补一手 然后黑旗往上一爬 如果说白旗单长的话 那黑旗二路大飞 原地做活 直接把白旗左边这一带的空破坏 那黑旗肯定非常满意 实战白旗往二路搜根 这个时候黑旗非常想往前靠住 如果说白旗单长 那黑旗再飞出来的话 这两手旗的交换 黑旗肯定是便宜了一些 但是就怕黑旗靠住的时候 白旗往外侧小肩 直接封锁黑旗 黑旗一般 白旗单长 黑旗再沾上 白旗二路小肩 直接连回 这样的话 黑旗左边这一块还是比较危险 我们来看实战 黑旗直接选择飞出 白旗连回 黑旗也连回 白旗靠出 分断黑旗 这个地方如果说 黑旗选择虎一个 然后断打 分断白旗的话 现在并不是非常严厉 白旗可以从右边连回 实战黑旗还是先选择跳出 白旗单背一手 然后黑旗沾上 白旗再一跳 这个地方 黑旗肯定不可能选择冲断 不然的话 白旗直接往下一拐 那黑旗 这个就要崩溃了 实战 黑旗还是往上一飞 当然白旗左边 这个旗行还是有一些缺陷 以后 黑旗还保留 往扎一虎 然后冲断白旗的这个手段 实战 黑旗还是先选择飞出 那这盘旗下到这儿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漫长 好 旗友们 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12月8号进行的阿涵同山杯对抗赛 由黑方 顾子豪 对战白方 徐家园 现在黑旗往中间一飞 那接下来主要就看左边这一带的定型了 实战白旗选择往下方靠住 但是这手棋AI认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黑旗可以先往左边交换两手 那这样的话 黑旗下方这一块也不用担心 就算再被白旗走一手 那也出不了棋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先从上方联络 这样的话 黑旗左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而且白旗上方这两颗子 现在也面临被包围 那所以说这样一下 黑旗还是非常不错 实战黑旗选择搬住 白旗在这一带还是有一些后续手段 白旗可以选择反搬 黑旗打持 白旗沾上 黑旗再一沾 然后白旗直接提掉这颗子 这一带还是有些旗 实战白旗选择靠住 黑旗一搬 白旗再一虎 黑旗补一手 这样的话 黑旗下方的空就全部围住了 白旗把外面全部走后 接下来的目标肯定是攻击黑旗左边大龙 AI的建议是白旗 从上方进攻 因为这样的话 首先白旗可以接应上方这两颗子 黑旗在左边做活的话 那白旗抢到一个先手 再往上方腾螺 这样下白旗要比实战好一些 实战白旗往上一冲 很显然这个攻击的方向出现了问题 黑旗在旁边补一手 这个时候白旗还是应该选择点刺 然后在上方动手 实战白旗往前一顶 黑旗下一手旗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 黑旗可以先往左边一飞 然后从上方联络 这个地方其实白旗已经无法切断了 如果说白旗选择搬完之后在一顶 黑旗沾上 看上去右边好像有一个冲断的问题 但是白旗现在选择冲断的话 就非常过分了 因为白旗自身 还是容易被黑旗包围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旗现在上方靠住 黑旗就补一手 这样的话黑旗大龙全部连回 已经可以满意 实战黑旗选择往左边一挤 白旗打持 黑旗反打 白旗提掉 黑旗再连回 但是这样下的话很明显 白旗往左边切断 这两颗子被断开的话 那黑旗目数的损失非常惨重 所以说 黑旗刚才选择往左边一挤 并不便宜 我们来看实战 白旗还是先逃跑上方这两颗子 那这样的话黑旗完全可以先把左边这一块连回 这一块旗目数还是非常多 实战黑旗跟着跳 那这一手旗AI认为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因为白旗上方这三颗子 往左边可以寻求联络 往中间也可以突围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还是应该在上方腾罗 我们来看实战 白旗选择往左边连回 这样的话黑旗还是可以考虑 在右边抢到一个先手 然后连回左边这一块 实战黑旗选择靠压 那这样的话白旗就可以形成一个转换 白旗可以往前一长 然后再往三三一跳 这样的话黑旗右上方的空就被掏掉了 实战白旗选择扳住 那黑旗往旁边一虎 黑旗还是比较满意 白旗打持黑旗沾上 接下来AI的思路是白旗先往上一碰 然后往右边二路立一个 黑旗切断白旗打持黑旗断打白旗再一长 这样的话以后右边这个关子白旗还有一些搜刮 实战白旗选择沾上黑旗切断 白旗打持黑旗再一长 那很明显白旗在这一代 还是不想让黑旗简单成空 实战白旗沾上黑旗拐住 那这样的话这三颗子已经被包围了 这一代作战其实白旗还是有些勉强 接下来AI的推荐是白旗先往左边点次 然后再往上靠住 这样的话这一代作战还是有一些乱 至少白旗还有些机会 实战白旗选择扳住 黑旗反扳 白旗再一虎 黑旗沾上那这样的话白旗别无选择 只有跟右边的黑旗对杀 白旗切断 黑旗打持完之后再一打 白旗一长 黑旗贴住 白旗在中间断打 黑旗先手打持 在左边拐住 白旗往右边拐住 虽然说这个对杀 黑旗卖一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通过弃掉右边这一块 中间这一代全部走后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在上方定型 黑旗还有一些搜刮 并且白旗在中间这一代的潜力 也被破坏了 还有就是黑旗现在抢到一个先手 往左边打持 然后沾回左边这一块 这个目数也非常多 所以说走到这 白旗全盘的空已经不够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简单的收关 白旗往右下方一长 黑旗靠住 这个时候白旗还拐不下来 不然的话被黑旗挖断 白旗显然也不行 这个地方白旗无法做活 实战白旗二路小间 黑旗往上一扳 然后收气 白旗打持 黑旗在上方补断 白旗在中间飞刺 黑旗打持 白旗提掉 然后黑旗补一手 白旗先手一顶 然后连回 黑旗继续往前一跳 破空 白旗往左边一冲 黑旗一顶 白旗在一喉 黑旗沾上 接下来就是一些简单的收关 这个时候白旗选择在二路点次 这一代肯定出不了旗 黑旗打持完之后 沾上就可以了 白旗往前一跳 黑旗挡住 然后白旗在一顶 黑旗连回 最终走到 白旗往左边一冲 黑旗沾上的时候 白旗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时候 白旗也无法切断 黑旗中间这两颗子 白旗要是选择冲断 那黑旗断打 白旗一沾 黑旗打吃 白旗一尝 黑旗沾上 白旗从左边连回的时候 黑旗再往右边切断 这样的话 白旗上方这一块被分断 显然也不行 好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转折点 转折点 主要就在于右上方的定型 其实 右上方 黑旗切断的时候 白旗往二陆立 这样的话 局势还比较接近 但是始战 白旗选择 直接打吃完之后 再一沾 然后被黑旗封锁 形成一个对杀的局面 虽然说 最后白旗吃掉了右边 这五颗黑子 但是中间这一代的潜力 被黑旗破坏了 而且黑旗中间全部走后 之后 黑旗抢到一个牵手 把左边这块连回 那这样的话 白旗全盘的失控 就已经不够了 好 那这盘旗就给旗友们 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